剛剛很明顯綠色的 有沒有 這邊就跟原本正常的火焰一樣 都還是紅色的 接下來我要帶大家做這個實驗 等一下燃燒會有點臭味 所以要請大家先戴上口罩喔 好的 沒有問題 所以也就是說這個實驗 大家在家裡千萬不要自己做 是的 是的 等一下我會用銅板 先把它加熱一下 好 那加熱之後 銅板很熱的時候 我去沾橡皮擦 這時候橡皮擦是不是就會被我 融化對不對 熱熱 對 好 那等一下我們再把它拿來燒 也就是其實我們會燒 小部分的橡皮擦 有沒有發現 開始了 它變成 軒家你有看到嗎 有 我為什麼看到的是 綠色 綠色的對不對 綠色 好 所以這一題啊 跟這個也就有關係囉 沾抹橡皮擦表面厚的硬幣 加熱火焰為什麼會變色呢 A 橡皮擦含有塑化劑 B 橡皮擦中有變色顏料 C 橡皮擦讓火焰升溫變色 我們兩位把手這樣子 星連星 星連星 請下答 你為什麼了 為什麼 綠家 你今天很厲害 不是 其實你才是猴子 真的 我一直以為我是猴子 你想一想 沒關係 答案是 A 為什麼 自然老師有講過說 橡皮擦裡面有塑化劑 所以不能使用 我的答案呢 跟俊佳一樣是A 你也是A 我真的記得很久很久以前 紅色戰士有帶我們做過 錢幣燒PVC 塑膠 塑膠 然後變色 因為我印象太深刻了 所以 真的 我可以給你掛保證這一題 這一題 穩穩的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答案是不是真的這樣子 還是會讓我們傻眼 好 答案是 請看 橡皮擦還有塑化劑 恭喜 我幹嘛給你 為什麼要給你 你飯 這個關鍵原因 就在我們剛剛燃燒的火焰 火焰看到是不是變成是 對 我們可以從這個 綠色火焰判斷裡面 它有 也就是我們常見的 PVC 你看 是不是 PVC 是一種有毒的塑化劑 所以我們在燃燒的過程當中 它會產生有毒的氣體 才會請大家 剛剛把口罩戴上來 幸好沒有答對 我們沒有愧對紅色戰士 真的 沒錯 不過我也想做個對照 來讓大家看一下 所以我們還是把口罩戴起來吧 好 準備另外一塊 這一顆是沒有毒的嗎 PVC 塗膜一下 好 好 好 這時候我們燒 你就會發現那個火焰的顏色 就還是原本的顏色 對 跟剛剛不太一樣 剛剛很明顯綠色的 有沒有 這邊就跟原本正常火焰一樣 都還是紅色的 所以這個實驗就告訴了我們 其實在市面上我們買得到 有PVC的橡皮擦 也可以買得到 不含PVC的橡皮擦 之前新聞就有報導過說 這個消保會 它抽檢學校裡面 這個同學們使用的橡皮擦 結果就發現說 有六成的橡皮擦 都是有塑化劑的 其實塑化劑 是屬於一種環境賀爾蒙 而在製造的過程當中 如果添加了 林本二甲酸子類 這類型的塑化劑 其實會影響到兒童的生長 尤其過量的時候 它會干擾我們的內分泌 這時候會影響到 男女生的生殖與發育 不管是我們同學們 在學校天天都會使用橡皮擦 所以重點是什麼 你用完下課的時候 要馬上去洗手 而且要用肥皂 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橡皮擦外面 不都會有一個套子嗎 那個套子千萬不要拆掉 這樣子你就不會真的 完整地接觸到橡皮擦 至少減少你去接觸到 這些塑化劑的機會 喜歡這則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 分享喔